香港民主派团体计划在七一香港回归日这一天举行游行 这种表达诉求的行动始于2003年那一年的游行 迫使港府放弃强行为基本法23条立法 那么十多年来呢 七一大游行已经成为香港民主抗争的象征 今年的7月1号香港照例举行游行 有所不同的是 今年的游行计划由三位政治良心犯来领军 我们今天就请来领军者之一的香港资深媒体人承翔 请他来给我们介绍后天游行的一些相关情况 承翔先生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由您和林荣基 刘三清三位领军 今年的香港七一大游行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承先生 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需要每一个市民走出来来捍卫 我们最核心的对这个自由跟安全的诉求 因为从林荣基先生的遭遇 从整个铜锣湾书店这个五个工作人员的遭遇 我们看到很清楚就是香港 在香港这个一口两制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连这个基本的自由跟安全都有可能受到这个侵犯 我们觉得在目前发生这种情况下 我们更应该走出来向强权说不 我是引用林荣基 他在记者招待会想说的话 就说向强权说不 好的 那么你们对通过这种民主抗争 来改变香港的现状有多大的信心呢 或者说有没有信心 我们当然有信心了 要不然我们不会出来游行 但是我想强调 就是我们的信心不在于说我们 一次游行就能够得到什么 或者能够改变什么 需要知道呢 就是政治运动 特别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呢 是一点一滴在籍类的 你不可能想象一次就能够发生效果 但是如果大家切而不舍地坚持下去呢 那么这个力量还是很大的 就像这个水一样 中国的老子有一句话 天下自柔柔于水 可是它是无间不吹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有这种水的石川 这种恒心 这种切不舍地努力 我相信我们的诉求 最终是能够得到实现的 好的 程先生 最后一个问题 中央政府 北京政府面对香港的民主抗争行动 这个打压的势头不减 那么会不会进一步打压 你们是否会担心遭遇不测呢 比如被绑架到中国内地 跟外界失联 像铜锣湾书店员工那样呢 问题是 不是我们担心不担心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已经发生在我们眼前 那么如果我们说 因为担心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不再发生 那么没准这种担心 还真的会出现 可是假如我们看到这个苗头 觉得我们的安全 我们的自由已经受到侵犯 能够我们大家站出来 像这种错误的东西说不 那么没准我们能够 还能够维护我们 非常珍惜的自由跟安全 好的 我们感谢资深传媒人士 程翔先生 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感谢资深传媒人士